台湾人怕鬼 韩国人也怕鬼 这系列每一次都要讲吗? 大家好,我是魏酸仁 现在在制作第二集 鬼月好兄弟月 所以鬼月要讲好兄弟月吗? 有人讲平安月 平安月 平安月 农历七月 总之这一系列就是在所谓的鬼月平安月来做的企划 我先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状况 蛮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我的阿嬷的妈妈是阿宗 阿宗是韩国的女巫啊 武当 会让那个神明附身之后啊 跟她沟通 或者是帮她算命啊 或者是帮她去杀啊 有看过哭声这部电影的人 就知道了那个武当是什么 后来有听说我奶奶其实也是有这个体质在 后来我再回想一下我自己 看来我好像也是有这个体质 我从小到大其实我经历过一些事情 我甚至跟我不知道阴阳眼 阴阳眼是我来台湾才知道 所以我以前根本不会意识到说 其实有些人是特别容易看到这些好兄弟 或者是感应到这些好兄弟 后来才发现说 哦那这么说好像有道理了 就是我周遭人没有特别体会到的那些事情 我真的有感受到 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下 从小到大 我在韩国亲身经历过的一些灵异事件 我经历过的事情 主要其实也是跟我的家有关 但是我父母亲还住在那边 我怕会吓到我爸妈妈 这样 总之我们家现在住的家住很久了 我记得我国小二年级吗 就搬到了这个家 那我们家楼下是餐馆 就是我爸妈在经营的餐馆 然后住家在二楼 我的房间就是在厨房的正上方 所以我在我房间里面看书干什么的时候 就会听到楼下厨房在煮东西 还有爸爸妈妈在聊天的声音 我蛮早睡的 我以前来台湾生活之前都在台湾拜会的 我以前在韩国晚上9点就睡 只要9点一到我就睡着 所以住在我家里的时候 都等不到我父母亲回来 父母亲在楼下还很忙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已经睡着 我很常听到楼下一直在煮菜 多多多多切菜还有炒东西 还有他们在讲话的声音 我有一天就特别意识到说 现在不是很晚了吗 看了一下时钟 发现那个时间已经是半夜一点 那怎么半夜一点他们怎么还在忙 客人是待到这么晚吗 我觉得很奇怪 好吧说不定就是有些客人一直喝酒啊 就待到很晚 那就没想太多 然后我就走去厨房要上厕所 就我就看到我爸妈在睡觉 然后我很确定他们是正在睡觉 因为他们打呼声音很大 所以我听到的楼下的厨房的声音是什么 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是名 而且这件事情其实不断的发生 平均差不多一个礼拜一两次 我一直听到这样的声音 明明楼下应该是没有楼 但是我一直听到厨房的主持 再来也是在同一个 你这么说好像都在同一个房间 我在其他房间没有特别遇到这件事情 如果有看前一集的朋友 有听到天花板有跑步的声音吗 那个好声音不是在楼上 被你家天花板爬过去 那个声音我自己亲身真的经历过 当我看到这个鬼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很有共鸣 我亲身听到那个声音 确实它不是只有在天花板 它是墙壁也会有听到 就会一直听到这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听到的频率是差不多两三个月一次 我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就他想减肥 他就暗示我要减肥 他就带我回家跑 所以这个是我在我那个房间遇到的第二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都全部事后才知道 我以前亲身经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没想太多 我想说这个会是什么 想说老鼠吗 可能墙壁也没有老鼠 而且这个老鼠声音脚部也太大了 所以我就很疑惑 来到台湾才知道有那个灵异体质这件事情之后 又听到我的阿咒的故事之后 想说原来如此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在大学时候 我在台湾读书嘛 基本上好像都是寒假回韩国 暑假都在台湾 那寒假回去的时候 刚好那次韩国下了几十年来最大的雪 所以我回到韩国之后 我到了仁川机场 但是我回不了家 因为高速公路都封了 铁路都封了 好不容易搭到了一个客运 从仁川到我们家卫山 但是因为高速公路塞满满的时候 然后雪太多了 所以就去开的非常非常慢 那一次从仁川到卫山 总共让我想想 我记得是晚上八点那个时候 搭上了那个车 可能下午两点才到了卫山 我到我家的时候 已经是三点四点的事情了 所以那很累 那一次回家路是非常遥远的 然后那时候我在台湾 也过得有点穷 所以其实有点营养不了 营养不了到体育课跑步 跑完之后呢 我就昏倒了 看我现在这样可能不会相信 但我以前营养不了到昏倒 然后头发都是黄黄的这样 所以那一次可能就是身体 特别虚弱了 好不容易回到家之后 开始昏睡 昏睡到一半我突然醒来 眼睛就睁开来了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房间门外 有一个人站着 看着我 那那个人 我很确定他不是一个正常人 因为他特别矮 特别矮 看他的样子是全部都是黑的 但是眼睛是黄黄红红的 他就在我的房间门口 一直听着我看 那因为客厅那时候灯是亮着 我就看得蛮清楚 他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的轮廓什么都看不清楚 因为都是黑黑的 只有眼睛是很清楚 因为可能太累了 所以没有力气害怕 我那时候只是睁开眼睛 想说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然后我就想要试着去动一点身体 就发现动不了 鬼压床 鬼压床的状态 一直盯着我看干嘛 然后我就继续睡了 继续睡 那当我睡饱醒来之后就没了 其实现在回想 如果我那时候不是很累的状态 我应该会有点害怕 但是因为那实在太累 累到我无法好好的面对我自己的任何情绪 所以那时候就让他过去 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好兄弟在我们家 他们也没有对我家什么危害 因为我也吃得白白胖胖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 没有什么太可怕的 还有就是我住在府山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奶奶住 我们家是住在一个半山腰上 然后我放学后回家的路上 就是我要爬很多阶梯这样上去 如果有喜欢看韩剧的朋友 韩剧里面主角是比较穷的 那个场景就是那个感觉 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们玩完之后 我就回到家 那天色已经暗了 那有一些路灯这样亮着 我那时候记得应该是高中了 当我在晚上这样的一个夜路上 就是这样按巷子 如果有遇到女生 刚好也在走在那条路上 我会尽量想要维持一点距离 以防不小心吓到她或怎么样 因为其实太多有奇怪的社会案件了 我也不想要被当做是奇怪的人 所以我会尽量保持距离 就那一天回家的路上呢 就前面有一个小姐 穿的好像还蛮漂亮的 我穿的还是还不错 那我记得很清楚 她穿的是红色的高跟鞋 然后她就走在我前面 然后想说欸 那感觉不要靠近太近了 以免让她觉得我好像在跟踪她什么 所以我就尽量想要放慢速度 但是我越放慢速度 她走越慢 我再怎么放慢速度 她一直跟我维持差不多的一个距离 但是她踩的是高跟鞋 一定会有咕咕咕咕的声音 想说这个人怎么走这么慢 我心里想说她可能累了 因为她穿着套装裙子这样 感觉可能是上班太累了 就没想太多了 但走一走走一走 那个距离差不多就是十步的距离了 那结果走到后来那条巷子呢 有一个弯 我就走过去之后 她明明本来就在我十步前面 而且我会听到那个脚步的声音 结果一转弯之后 就不见了 那那个声音也完全不见了 我心里想说 哇这个嗯好 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 所谓的什么灵异体制 我自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那我就想说不用放心上 我就回到家了 只是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我事后回想 看来是我有一些灵异的一些事件 我有经历到的 那这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大家喜欢吗 再次跟大家讲 好兄弟可怕归可怕 其实我还是最可怕 当一个人吃着邪念的时候 那太恐怖哦 恐怖到了极点哦 OK 所以大家不需要有太过度的恐惧 那今天我准备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我们 按赞 然后加打开铃铛 然后分享哦 好不好支持一下 下一次准备一下我在台湾经历的真实的灵异事情 给大家听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被鬼压闯了 蛮好玩的嘛 结果我突然 开始隐隐愿意听到一个女生的笑声 她那个笑声是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夏天 大夏天哦 外面超级热 太阳超大 但是我走进了我们家呢 伸手不见五指 不开灯什么都看不到 甚至凉凉的 那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啊 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当有个人在背后盯着你看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感觉到那个世界嘛 在那里面 有没有那种感觉到